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雪炮 哇,真的是每一年都准时有我在这里面给大家介绍 我们新一年的UI全能班的课程 转眼间这个课程已经是第四年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全能班呢,也终于到了第八期 可能是整个互联网上UI课程连载最长的一期课程了 而且呢,这第八期的课程有个前期期都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面呢,增加了很多很多自己新的思考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随着互联网形式的改变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设计师的需求呢 也由原来的那种需要简单的界面排版 或者说制作一些banner 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技把堆接的设计师呢 转变形了几种比较明确的这种设计师的方向 比如说品牌设计师,比如说产品设计师 比如说实现方面设计师,比如说运营方面的设计师等等的 目前看来呢,UI设计师在下一个十年 或者说在最近这几年之中 UI设计师呢,对于他的特殊要求 会一定会分裂出几个新兴的职业 很多同学在现在这个时代都面临着转型 以及下一步晋升的需求 对于我们来说呢,UI全能班也会对这些同学们 提供一些更加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我们这次课程中 会实际落地很多代码实现的课程 包括小程序,包括网页实现 包括我们说过如何去优化自己设计稿 让它更容易被整个开发前端理解 更容易去实现跟复盘 更容易去做一些组件化 除此以外呢,还会加入更多的运营设计 品牌升级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应该是目前走在行业里面 最前沿的知识 对于像素费来说呢,一直本成了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和毕业生一起去更新我们的课程 我们一起走在这个行业最前沿 和我们所有的在公司中工作的这些同事 包括一些行业里面的大牛一起去打磨一些最落地的课程 第八期的课程呢,也是我们第一次终于把很多在业内里边打拼的师兄师姐开始召回来了 比如说这一次在课程之中呢 会有在战库上非常有名的红人孔臣以及孔亚轩 正式量身份这个加盟像素费 把实际在阿里以及头条工作的实际工作内容和工作文档拿过来拆出来给大家一点点去分析 当然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隐藏身份的大牛 在各种各样的公司里面拿到更加落地前沿的知识文档供同学们进行分享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这期课里边最不一样的地方 从原来我一家去说单口相声 变成现在每个老师只是负责他最擅长的部分 并且把它最落地最精砖的知识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除此以外呢 像素费也是应对于现在的这个特殊的设计时代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你所没有见过的全新形式嘛 就是由我们像素费去搭建整个的第八季全能班的主脉络课程 而一旦你掌握了这些主脉络课程 我们会在课程中加入一些小的插件的插口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会提一些该如何入行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设计行业里边的需求实在是千变万化 比如说未来有些公司需要你去做一些组件设计 需要你进行一些品牌升级 有地方又需要你手绘设计 甚至有地方需要你做一些动效调音 甚至有的地方还要求你进行一些摄影修图 所有互联网的这些需求能力 我们是不可能一股脑子打包在一个人身上的 而是让绝大多数的知识 我们也需要在面对于不同纷繁变化的工作环境 再进行一些调节 所以我们这次的课程更加像是一个电脑的主板的课程 以后我们可以在里边再去DIY更多的属于相似范体系的课程 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中最美妙的地方 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会在课程之中不断给大家解释清楚 到底什么是插件化去学习和插件化去应对整个纷繁复杂的互联网时代 以及不断飞速变化的对于高级UI设计师的需求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次的课程 这次课程中会有我 然后还是去主讲整个产品部分 当然这个部分是我们从各种公司里边获得了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这里边我也不瞒大家去说 我们一直去收集这些行业里边的晋升报告 数值报告 转正报告 年终总结等等的 当然有些毕业生同学会跟像素范儿反馈一些 比如说一些工作文档 比如说一些分享会的资料 甚至会给我们一些大包把它的C盘整个全部框选下来给老师看 老师你看这就是所有的C盘文件 哇烫烂不说 基本上我们都不知道里边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有一些同学们给了我们一些工作规范文档 哇这些规范文档看似很保密 但事实上所有的规范文档 我们都完全不用要这些规范文档 我们自己拿实际的上线产品 你零就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最有用的东西 这两年我们终于知道了 也就是说公司中老板的一些晋升报告 所有的晋升报告的点都是可以复盘的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具备时效性的 我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那这个名字我也是瞎说的 当然不是这家公司了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我们就拿协程这家公司里面 协程这家公司里面可能会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图标的应备方案 包括他如何去落地实现 如何复用调用 如何去评审图标的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是总监在他过晋升的时候 他用来表明自己的工作量 用来量化自己的工作量 用来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的 那么这套价值就可以让我们 在明白这件事情上 当然他在数值报告里面 只是讲了一个很小的点 他说原来我们知道可以这样去研究图标 然后我们再把整个知识 通过线下的同学们 把这个知识整个补全 他只要告我一个方向 然后我把它补全 这就是最强的最厉害竞争力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这种数值报告 我们一些同学现在也在各种行业里面混到了总监层 他不需要给我们到实际的这种工作报告 他只是告诉我们 老师我听说我们的总监是因为某一个工作内容 他达到了这种实例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总监 也是因为他去有利益去推进字体 到底不同的字体在安卓和iOS里面 最终显示的效果和设计稿的效果有多大的差别 那这件事情他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个事 然后由我们把它落地成实际的内容 这就是我在这个部分里面讲的很多的产品也好 工作实际的晋升项目也好 一些实际的这种需求 那除此以外呢 有孔臣师兄 孔亚轩师兄 去分别讲解原型和实际工作配合内容 那这两个师兄就不在这边多说了 知道战库的同学 能从战库引流到高高手 再到这里面看我们课程的同学 应该都对这两个师兄有所耳闻 对他们也就是战库UH应该是风头最盛的两位当红的设计师 那除此以外呢 由林老师 国动老师分别去负责的这个视觉设计 以及品牌设计的升级的课程 还是一如既往的 我们会加入更多的实际的案例 把我们现在对于现在行业的理解 以及我们拿到的各种各样公司里面的 他们实际的这种落地的品牌文档 以及落地的banner文档和推广物料等等的 揉成最简单最落地的课程 让你能够在这里面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课程里面呢 还会有我们这个像素范儿最严厉的老师 带过无数手约推荐的 真正像素范儿校区的这个负责人 禁号大幕王 由他手把手的去带我们同学们视觉表现这一部分 当然最后是我们这个今年更新的重头戏 我们说Coding底在2019年的时候 是一个最最最最亮眼的重头戏 由我们Limi老师带队 会让像素范儿的开发部 也就是我们代码小分队 然后去跟同学们去讲解 实际在工作中如何去通过自己的设计技巧 去提升自己公司的这种设计执行效率 以及去做一些很酷的 自己就可以做到的一些实际的极客型的这种设计作品 在设计师里边一直都会有一种需求点 就是如果一个设计师他会实现 会知道自己做的东西到底是如何能应用 那么这种设计师他的价值是最高的设计师 他在站在比试量里的最高级 而且是几乎是所有的公司对这种人都是驱逐热乌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part的像素范儿内容 应该是行业里面绝无仅有的独一份 在第八期里面轻轻打造 而且最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一次的课程 由我们各个老师分别去负责单独的课程 把它挖到自己能掌握的最深的程度 以林林老师的一句话来说 哇咱们这个课程看完了我都想报 我觉得今年的我的广告好像打得更加的冲击力强一些 是吧 好的同学们 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 像素范儿和高高手合伴的UI全能班 那么也欢迎同学们到我们第一次课的时候来频道做做 然后我们一起去探讨现在的行业 以及未来的设计趋势 当然更加欢迎的就是你掏钱报名了 哎呀我怎么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好的废话不多说了 拜拜